要伸出手拥抱 会穿着我心中拍下 那很高的花样 只剩你那他幸福满泪 接下来非常重要的时刻 包括新郎官 也完全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要来邀请现场所有嘉宾好朋友 先来将你的目光放在我们的大荧幕上 由我们的新娘特别为新郎官 准备了一个惊喜影片 邀请大家一起欣赏 认识他才知道有铁人这个名字 他也就是陪我完成我的第一个拳马马拉松 就在我的第一个拳马之前 他都会挪时间陪我跑一些比较长距离的 真正去跑的时候又能 然后跑到后面又饿 然后又累 脚又酸又痛 就整个很想就是搭计程车走这样子 在最后要接近终点线的时候 他有在那边就是帮我加油 所以我就想说只剩下最后的几公里了 我不会让他失望 就算再怎样我也怕要爬回去 所以我就靠着这个一路冲破的终点线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他都会把时间拿出来去运动啊 求运动上有更好的表现成绩 但对我来说那个都是其次 因为我觉得不管成绩怎么样 就是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很棒的体人这样 就是虽然你讲话有时候真的太中肯了 很不重体 但是我相信我还是很爱你 如果这一切不曾发生 现在的我们 什么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你一样的星座都不睡枕头 话不用多说 你都懂 多亏种种的巧合 转身的缘分 你和家人的感情感动了我 因为你的叹息 我懂了什么叫爱情 任意 愿意为彼此继续的而努力 你有着星思和细腻 闯着了难忘的垫底 像唱过随口聊的结局 你却放在心中最低 你是我的爱情铁人 舞蹈邮带我突破不可能 我们的默契 不用说明 你的眼神我就确定 你是我的爱情铁人 我就这样深深的背离心 一直互相陪伴着奔向永远 因为你哭着怕完全战斗任意 你在终点伸出手拥抱 宽伴着我心愿拍下永恒的画面 就像你两颗心不分离 你是我的爱情铁人 舞蹈邮带我突破不可能 我们的默契不用说明 你的眼神我就确定 你是我的爱情铁人 舞蹈邮带我突破不可能 我就这样深深的背离心意 一直互相陪伴着奔向永远 这次热情的掌声 献给我们超级漂亮的新娘 我们现在也要邀请我们的新娘 在新娘来到我们的舞台上